在医院救治166天,接受肺移植手术92天后,湖北省首例新冠肺炎周末期肺移植患者崔志强7月21日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出院。 院方介绍,崔志强是目前全球已开展的实例因新冠肺炎接受肺移植手术的患者中首位达到出院标准的患者。 简单的吃点东西说话呀都还可以,上次肌力恢复的还是可以,下次的肌力弱一点,所以现在后期我们可能主要是尊重下下次的肌力做一个抗护训练。 出院仪式上,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医疗质量与评价处处长马旭东为崔志强颁发了编号为5510的战胜者证书。 崔志强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抗疫期间收治的所有5510名住院患者中最后一名出院病人。 治疗期间,崔志强核酸检测多次呈阴性,也是新冠肺炎康复器患者,但因新冠肺炎已导致他的双肺出现不可逆的肺纤维化,呼吸衰竭,他始终无法脱离呼吸机和ECMO辅助。 从1月23日不幸罹患新冠肺炎,到使用ECMO加呼吸机维持生命62天。 一度被认为救不过来了的崔志强,4月20日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接受双肺移植手术后重获新生。 在92天的漫长术后康复期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多学科20余位医护人员帮助崔志强闯过一道道难关,直到护送他安全出院。 至此,崔志强在不幸罹患新冠肺炎后,在医院救治了166天。 我除了感谢,我不知道再怎么说,因为一直以来都是他们在给我爸爸给予治疗,然后才能够让我们自己家里安安心心地过正常的生活。 现在通过这个疫情方面的话,我觉得真的不管是2020还是以后,只要活着就好,平安就好,健康就好。 参与手术的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林慧庆介绍,新冠肺炎中末期患者肺移植手术风险很大,20多位医护人员要在负压手术时间,全程穿着隔离防护服,戴着正压头罩开展手术。 这对手术精细度和医护体力心理都是一种极限挑战。 以前从来没有做过新冠肺炎的这种肺炎手术,然后整个的不知道自己会面临什么状态,然后自己穿着这种防护服,戴着三腾手套,然后我们的精细度敏感度都没有当时感觉那么顺畅。 这样的一个病例能够成功地出院,其实我是为病人感到高兴,为病人的家属感到高兴,同时为自己作为医务人员感到高兴。 据悉,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国是全球最早开展肺移植救治,因新冠肺炎导致肺部不可逆纤维化患者的国家。 包括崔志强在内目前已成功开展6例新冠肺炎肺移植。 意大利、美国、奥地利、韩国四个国家各开展了1例新冠肺炎肺移植。 崔志强是全球10例新冠肺移植中首位出院患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